警方分別在停車場及房間內 陸續將嫌犯逮捕 因為他們涉嫌以打工名義 將人騙到國外 從事非法的詐騙工作 原來嫌犯在網路上 散布到泰國打工的消息 只要幫忙帶貨 就能獲得十幾萬的酬勞 結果一名男子應徵後 一跟對方見面 立刻就被控制行動 而對方拿到他的證件 辦理護照後 再陪同到機場入關 才知道目的地 已經從泰國變成了柬埔寨 由於擔心被害人落跑 嫌犯還將他包圍直到登機 並早就派人在對岸接應 這個集團成員 就以各種的話術 包吃包住包機票的名義 要求被害人 能夠到泰國這邊來打工算出 二十出頭的被害人 是社會新鮮人 找工作不順 才會被詐騙集團利用 還好不久後 當地就大規模 掃蕩詐騙機房 讓他有機會脫逃 一回國就要報警處理 而警方才知道 這個八九年級生 組成的犯罪集團 年紀最大才三十一歲 最小才二十歲 除了騙人到海外打工 還會包力討債 這次他們提供資金的需求 簽下不一本金不符的一個高利貸 由於集團還從事非法放款 除了借十萬元 得簽下二三十萬的本票 只要還不出來 就會被控制行動遭到恐嚇 並通知家屬拿錢放人 警方也掌握到被害人付了錢 才在家屬陪同下 獲得釋放的證據 因此敢在暑假來臨 展開攻堅行動 除了要避免再有學生 及社會新鮮人受害 還要依人口販運防治法 恐嚇及組織犯罪 將成員全部移送 檢防偵辦 TVBS新聞南部 綜合報導